我們第一次收到的帳單是 兩萬三千一百二十七 那後續他調整後的帳單 是一萬五千六百五十五 民眾拿到當月電費帳單 整個大傻眼 兩個月兩萬多塊的電費 逼近新鮮人一個月的薪資 一般人哪裡繳得起 我在這邊住二十年了 我的電費從來沒超過五千塊 以上從來沒有 然後呢 這次打開帳單 看到一萬的時候 我真的當下嚇到了 台中北屯這一處透天社區 住戶收到八月份電費 從以往的幾百塊飆到破萬 簡直不合理 詢問左臨右舍才發現自己不孤單 一共一百一十四戶受到影響 台電台中區處坦承疏失 是外包的超表員 沒有到場超入電表 才會出現天價帳單 但二次即發修正後的電費 住戶還是不滿意 因為用的是夏季電費計價 他夏季電價從每一千度之後 原本是三塊嘛 然後變成八塊 所以他這樣子就變成他超收的部分 基本上如果以每一戶都是一千度計算的話 他幾乎每一戶都超收了五千塊以上 推算之後呢 那我們也會住戶去登門拜訪用戶跟他們致歉 也跟他說明說裡面寄費的內容是如何 電費高得嚇人 但怎麼計算的住戶還是五薩薩 台電到場款夾 假如用戶還是對金額有疑慮將會重新說明 計費方式 記者楊森麗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